为什么这苹果涨价就是给我们制造的一个圈套 我们先回到2017年 因为苹果打破保持9年的屏幕设计 让苹果手机来到刘海平时代 也直接让价格飞到了全新的台阶 一台iPhone X顶配版9,688元 的确在当年引起轰动 因为当时大多数手机厂商都不敢订这么高的价格 2017年的小米Max 2最顶配版本也才3,999元 华为Mate 10 Pro最顶配版本是5,399元 比其他友商最贵的手机还要高4,5千 当年这价格绝对是鹤里鸡群 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 先涨价抓住你的眼球随便你开骂 骂得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变得麻木 甚至觉得涨价合理 当然不排除有水军在带节奏 但肯定的是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迷惑动摇了 这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但还有亲信的同学说 不我才不会去买1万块钱的手机 苹果手机信号差 续航短还没有双卡商贷 买它的人不就是人傻钱多吗 的确当时网上有一项调查显示 大家把电池信号拍照和价格都算作苹果手机的缺点进行投票 结果近70%的人认为苹果手机价格是最大的缺点 不买苹果 我买其他的品牌不香吗 来不及了 高价围猎开始 苹果手机涨价带动其他品牌纷纷跟着涨价 最直接的结果是旗舰机都涨价 我们再也买不到三四千块钱的旗舰机了 这公平吗 这当然不公平 我们从苹果推高手机价格的案例中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制造高价性型的三个捕猎夹 提升品牌格调 优化系统 护化生态 先提升品牌格调 苹果涨价飞快 国内其他品牌手机在干什么 高端化 没错 高端化也是一个价格陷阱 最明显的案例莫过于小米 小米曾经给大家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几低的价格 几高的性价品 还有 屌丝 其实雷布斯一直有一个高端梦 他很想去掉小米屌丝的这个称号 然后干嘛 涨价呀 于是他亲口在小米10的发布会上说 今天我们就会发布我们的第一款冲击高端手机的手机 是什么呢 小米10 这合理吗 这很合理 但是小米要抛弃坚守新价品的米粉了吗 到处是小米手机的中使用 小米已经是业界良心了 也不得不被逼上了涨价的高台 更何况其他手机品牌 大家印象中一两千最多三千元封定的小米 小米Max 4也冲上了6,299元 价格翻了整整一倍 雷总杀疯了呀 从此大家对小米手机4000元以上的定价 也就见怪不怪了 为爱买单 雷总的梦 大家来实行 但是大家对小米手机的体验提升了吗 提升了多少 和价格成正比喻 并没有 小米10以后的手机系统bug和发热等脑大难问题 依然没有解决 这不是高端化 这是借高端化的名义敛财呀 提升品牌格调 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做普通人买不起的手机 什么透明版 高端旗舰版 奢侈品联名款 先锋科技 折叠屏等等 这些定价1万到3万的昂贵手机 实用性真旧一般 真的能够跑销量吗 不 他们并不是想卖出去 而是想冲击我们的心理价位 不断拔高我们对手机高价的认知 对比之下 似乎四五千的手机简直不要太良心 好像哪里不对劲 格调高了 价格不高就不合理了 这合理吗 这他们要的不合理 我们就这样被洗脑 有同学说 管他什么格调不格调 我觉得他们3000多的基础管挺好 要不是不能用 天真了同学 有一个词叫阉割 手机把本该拥有的功能 因为品牌提价而被砍 阉割款手机不但用起来勉强 还总感觉低人一步 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 另外推高价格的连环捕雷夹 就是手机系统和生态 这个大家都懂 今年大家换手机面临的一个门槛就是 原来的系统用习惯了 换的手机系统可太难了 手机厂商都开始刻意强化自己的系统生态 比如小米的MIUI 华为的EMUI ColorOS等等 除使用习惯之外 最核心的生态还是他们的云服务 你所有的东西都保存在他们的云服务上 什么照片资料文件等等东西 有人的照片数量要超过30集 有些人的资料超过100集 都存放在他们的云端 要换手机 可以 先把云端这些上百集的数据下载下来 然后找个地方存放 再一个个查看整理删除等等 再挑选出需要随时用到的照片文件和资料 上传到新手机上 这么一折腾想想的头大 下次再换手机系统难免再次通过 固化生态 让我们对这个系统生态产生极大的依赖性 这就是化地为老 我们的选择权呢 被谁剥斗了 这公屏吗 大家请把公屏打在公屏上 你对他们的生态系统不感冒 没关系 总有一款你会体验到 一个基础款的iPad mini 不过两三千块钱 小米手环才一两百块钱 华为的手表也挺好用 只要你有机会体验 他们就有把握帮你留下来 至少给了你一个了解的机会 毕竟哪个手机品牌没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呢 你UI的功能全面 华为系统的跨屏协作 卡罗24的流畅稳定 甚至一些手机系统风格设计 都有人特别喜欢 只要他们烧动脑筋 就能不断的累高强体 我们再想出去 抬头一看 懒癌发作了 算了 还是待在墙里